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思琪 我叫杨思琪 今年十五岁 是冲浪一梦云 小的时候是在山里面 其实都没接触过冲浪 八岁半 我第一次见到海的时候 我就以为那个海 就是跟正常的水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味道 但他们跟我说海水是咸的 然后我不信 他们说你可以试一下 然后我就这样 尝了一下这种水 就刚开始我是练帆船 然后我练了差不多九个月吧 练大半年 然后来练的冲浪 九岁半 十岁差不多 刚开始上板的第一次 就感觉还挺困难的 因为平衡不稳 然后板子会很晃 教练带我们滑水游泳 然后在海里面憋气啊什么的 然后后面等有一些小浪之后 我们能够在板子上滑水 然后平衡会好一些之后 教练会带我们去冲一些小浪 他才来的时候还是个小朋友 这么多年慢慢慢慢长大了 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心态上 逐渐地成为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从一开始模模懂懂懂的 在冲浪板上摇摇晃晃的 到现在能够更加掌握这项运动 更享受这项运动了吧 刚开始我不会游泳 我们都是穿那种救生衣嘛 然后呢当时就我感觉 放在挺大的 然后我就摔水里面了 然后我当时特别害怕 但是有救生衣 我也成了一下有救 我就一直一直在板子 救我救我 然后后面学会游泳了之后就不害怕 就憋得起就好 憋气本来就是如果你太着急了 心态啊什么的 你就是都很慌 就是其实就憋不久 但是如果你放下心来 去放松去感受 就会憋得更久一些 因为从那我需要去观察那儿 需要过去看那儿 然后呢哪个位置呢 我需要去哪儿冲浪 也有冲不好练不好的时候 没做到什么好浪 心情也会变差 然后后面就是找到方式 放下心来 我就去体会这个感觉 就是感受这个感觉 就会感觉轻松很多 然后让我来介绍 Ci Chi Yang 从中国 请来 我们来讲语言语 我认为她会学习 因为我们要去Jahubo 中国的第一次女性游戏 谢谢我的家人 谢谢Jahubo 很开心 很激动 因为当时没有想这么多 就感觉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去比的这场比赛 因为当时的经验也还是不足 但是会比更早之前的 那个时候会好很多 也尽力了去比这场比赛 所以我感觉还是很不错 因为是国家给我们带来这种机会 然后能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见了很多不同的海 冲了很多好浪 所以说很开心 这是对于她刻苦训练的 一个很好的回报 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为她接下来的 不管是人生道路 还是在她的运动生涯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一般一周 会进行三堂体能训练课 高强度的间接训练 有增强阳四齐的 手臂的滑水能力 然后腰腹的控制平衡 以及腿部的力量 可以幅度稍微快一点 对 频率快一点 对 在同龄的不管是男孩子 还是在女孩子当中 他的训练应该是比他们其他人 都会付出的更多 因为作为一名运动员 刻苦的训练就是本该的 知道自己需要去干什么 需要知道自己的目标 在浪上就会专注到 我知道浪应该去做什么 然后应该在哪个位置 做哪个动作 然后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时机 把腰部收紧 不错 加油 作为专业的运动员来说 你想要从这么多人群中脱颖而出 在刻苦训练之余 还得多动脑筋 多去思考问题 因为每刀让它不一样 所以说你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做出迅速的决定 所以说是智力跟起立的一切 这样才能出冠军 体伦训练结束以后 会进行一个小时的瑜伽拉伸 因为我身体都比较紧 就是帮助我放松 冲浪的时候 其实心是静不下来的 就是因为很兴奋 但是瑜伽他就是需要心静 一定要去体会 明天我们计划是去叫Tressel Beach 是他们今年美国短板的锦标赛 在那边比 都是青少年的 一方面是去看一看 二方面也是学习学习 他们在比赛中的一些计刃术的运用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这个项目是很难的一个项目 别得有浪你才能去做动作 浪就是你的舞台 有的时候很多水平比较高的 也经常容易输给一些比自己水平低的 因为弄不着浪的有的时候 对于这个奥运会来说 我们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我们好好去享受这场比赛 大气地它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浪点之一 浪底的地形全是礁石 珊瑚 特别的风力 杨思琪从未冲过这样的大浪 对于他来说这是绝对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有信心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为奥运会做准备 所以说我还是只是想去冲一道很好的一道管浪 这只是个开始 因为路还很长嘛 就外国的那些选手都五十多岁的 对都还在打比赛 我之后的目标 不仅仅是奥运会冠军 还有之后进入职业选手 然后打CT比赛